这是干掉了吗 哪里有这么容易就干掉了 只有我才真正知道这家伙的强度到底有多少 父亲怎么突然解除超级赛亚人的状态了 不是这样的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超级赛亚人的状态 但是你没发现他的气并没有丝毫的减弱吗 这一击就直接了解你了 击中力量与这一拳爆发 即使你是传超 当前的强度你也扛不住这一击的 就算你能抗住 大不了直接把你丢外太空让你缺氧窒息掉 收拾你的方法多的是 这这就解决了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看来还是父亲更胜一筹啊 此次危机已然解除了 怎么也看你们几个一脸惊呆的样子 刚刚那一几下不过是简单的操作罢了 你真的是背吉他吗 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自然是如假包换 不然那边的特南克斯也不会不是真的 你说对吧 特南克斯 这么说你也是来自未来世界 做时光机来到这个世界的 我确实不是这个时空的人 不过按照时间线来算的话 我应该是算是来自过去 眼下你们的危机还没解除 这颗星球即将会被彗星撞击爆炸 你们赶紧服下先斗吧 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居然敢冒充本大爷 什么 这家伙我知道很厉害 但是没想到他没变超级赛亚人 都能单手接住被吉他的攻击 有话好好说 要是你不想说 我也可以主动让你说不出来的 哪里来的冒牌货 冒充我就算了 还这么嚣张 今天我一定好好地教训你一顿 有本事你就来吧 我不变身并且还可以单手让你 接我这招吧 这个父亲是疯了吧 我们都还在这边呢 他居然打算放波了 什么 住手吧 背吉他 他其实就是你自己 只不过他是来自其他时空的背吉他 刚刚就是他一个人干掉了布罗里的 你不会是他的对手的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狗空说的没错 我和特南克斯都可以作证 也确实多亏他击嘎了布罗里 不然我们几人都会嘎在布罗里的手上了 连布罗里那怪物都被他解决了吗 这里的背吉他不会被惊呆 变傻了吧 看到了们 卡卡罗特 我也是有超越你的一天的 既然是类似巨城版中的平行事件 我还是不过多干预了 还是撤了吧 那个背吉他太强了 刚想向他请教一下 到底怎样修炼才能跟他一样强的 没想到他就这么直接走了 你这小子竟然将我弄得如此狼狈 今天你避嘎无疑 可恶 我这么努力的修炼之后 仍然是不抵眼前的两个人造人吗 去嘎吧 摸闪光 可恶 我怎么能在此倒下呢 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出手 成功了吗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们两个怎么会败给他 我怎么觉得背后凉嗖嗖的感觉 你 你是 哼 我是谁不重要 不过 你不会以为刚刚就凭你拿点能耐就能击败他们两个吧 难道刚刚是你在暗中出手相助 你倒是也没那么笨 可恶 哪里来的丑八怪居然敢坏我的好事 本来还想多留你一会儿的命的 但是你居然胆敢叫我丑八怪 现在我一听到这个词就很恼火 一听到丑八怪这三个字 杀戮不禁想起了 在第49集被区区地球三小强支配的朋友 这个丑我迟早会亲手取报 你这丑八怪想要干嘛 不要啊 生吧 那家伙居然做出了那种事情 太妙了 成为完全体 这种感觉真是太妙了 太不可思议了 本来一开始打算多吸收一点这个世界人类的能量 然后顺带解决掉你 吸取你体内的能量的 不过竟然让我撞见你在跟17号18号再生死到 让我趁机偷袭一起重伤了你们 让我轻而易举地吸收了17号和18号 变成了完全体 这其中多亏了你的帮忙 我得好好感谢你 感谢你的努力 也感谢你的时光机 今天我心情大好 我就放过你一马了 你的这个世界也没有了17号和18号 用不了多久也可以重建起来吧 虽然不知道你的来历 也知道你不算是个好人 但是只要你不乱嘎人 不乱破坏城市 我就觉得你比17号和18号好很多了 最后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沙武 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不过下次我可不会因为心情好而放过你了 那个时空的人 你们都给我等着吧 我沙武已经成为了完全体 接下来该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是地狱的滋味了 这个可以变换体型的技能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曾经让我多次受辱的世界 我回来了 话说另外一头 主角一行人由于兴趣 只然在此地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舞蹈大会 让我们看看参加比赛的都有哪些人 首先是我们最喜欢的人气角色 狗空 狗空此时已经变得无比强大了 当然 与那个男人仍然还是有些距离 来 我们的狗空 对着镜头说上一句话 好家伙 狗空的这个声音 每次听到都感觉到有一股浓浓的老香味 真不错 接下来是我们的无限前例王狗汉 狗汉如今的兴趣爱好不再是成为一名学者 而是想成为一名舞王 来 我们可爱的狗汉说句话 贝吉塔叔叔曾经对我说过 只要我不读书 一个叫昆怜的男人都得哭 听说那个昆怜的男人很强 到底有多强我也不知道 你千万要听你叔叔的话 接下来是我们的帅气的蔚莱特南克斯 好家伙 作为唯一不浪的赛亚人 我们的特南克斯可真是人狠话不多 接下来是下的脸一金绿的比克大魔王 可恶 我的脸本来就是这个颜色 这是我们的突灵 真是人生赢家 羡慕 这是我们的茶神 唯一敢扫其谈的男人 也有人说 茶神才是隐藏最深的难门 这是我们的天青汉 我的评价是 一包鲜豆与薄盐 金哥真男人 话说回来 要不天青汉你来句天青话 其实我也是略懂点天青花点 接下来是我们的赛亚二人 拉蒂斯和拿巴 据说拉蒂斯你变身起手就是超三 拿巴你变超三能不能长出头发呢 有超三的命 但没超三的实力 这个问题我问过被吉他 他说我变身超三的时候 我的胡子会疯狂的生长 最后变得像一个就脱破的人 反正咱们也不认识 卧槽你们三个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三个是被物犯队长叫来凑数的 自从我们三人享受基地球和平的生活以后 我们每天都在研究各种各样的舞蹈 战斗力早已经远远不如他们这些修炼狂魔了 只能希望一会儿交手的时候 他们能放水 手下留情 好了简单的介绍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的舞蹈大会开始 这个气好强 这个气有点熟悉 是那个家伙的 错不了 是那天那个丑八怪的气 姐姐姐 今天真是热闹啊 你们全都在啊 你是谁 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 哼 你便是孙狗空吧 我叫沙鲁 是格罗博士制造的终极人造人 来这里 自然是为了嘎你了 孙狗空 原来你就是沙鲁 哦 你听说过我的故事 你比脸上写满了故事 可恶 你居然敢说我丑 我可没有这么说 哟 这不是那西医的丑八怪吗 那天我们手下留情 放你一马 你居然不好好珍惜自己的幸运 又跑出来送我 哼 你们三个的丑 我可是没有忘记呢 我现在早已经飞西比了 恕我直言 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没有一个人会是我的对手 你这家伙 少在那里得意了 先过我们三人之关吧 哼 一共十二个人嘛 对付你们还完全用不到我出手 你说什么 少在那里疯了 哼 我的好大儿们 对面十二人 你们一人挑选一个 给我全军出击 给我拧碎他们 哼 你都敢的人 这种级别的战斗不是你们三个能参与的 赶紧站在一边先躲着吧 好好好 很好 比克 河南克斯 无凡 你们三个人很棒 没想到长得像杀戮的小子也还蛮强的嘛 我大意了啊 没有闪 好家伙 我居然被偷袭的一瞬间没有反应过来 没想到才一段时间不见 这丑八怪居然变得这么强 仅仅是他的产出的小怪物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我竟不是对手 狐狸 接下来我们不能再大意 还好我们一直都有刻苦修炼 给这群小家伙们看看 我们的真实实力吧 这是小怪物的实力 当初的丑八怪还要比较 所以我们也该认真对待了 全力以赴吧 二十倍借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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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也不过如此 仅仅如此的话 可不是我这些宅宅们的对手 还没完呢 五十倍借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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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他们三个居然可以使出五十倍借王权了 正说 他们三个实力只是接近我们两个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他们三个人居然能修炼到如此程度 助持让我感到震撼 太阳全 超气圆斩 二段斩 超级气功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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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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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金